北京、上海、廣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向来都是大学生就业的一个热门的选择 但近几年来 这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过大 而带来生活品质也下降 也有越来越多的事情 也成为舆论诟病的一些现象 如今这二线明星城市底气十足 逃离北上广的流行口号 正逐渐成为一个现实 看看记者的综合报道 北上广坚守还是逃离 这是个问题 不过一项调查显示 对于2014届的英届毕业生来说 他们对北上广的迷恋渐去冷静 二线城市开始受到重视 记者在2014年不同城市 英届生岗位竞争指数表上看到 苏州、广州、深圳位居前三位 西安紧随其后排在第四 北京排在第六 上海只排到第八 可想到到租住来找工作的呢 这里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比较多 那有没有考虑过像北京、上海、广州 这样的一线城市 这种一线城市的竞争压力可能会相对比较大吧 而且的生活节奏太快 每个人就是说不一定要去选择最好的 但是一定要选择自己最合适的 找工作就像找婚姻吧 找另外一半这样子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像去北京 然后去上海那边 在采访中 来苏州求职的很多学生 期待月薪都在3000元左右 他们认为 在苏州找到这样一个用人单位 并不比北京、上海、广州那边难 最主要的是苏州的生活环境略胜一筹 一部分毕业生更是直言 希望在江南水乡文化的氛围下 能够邂逅自己的另外一半